秋天冬季孩子咳嗽老不好 可能是脾胃虚寒了 炖上一锅 健脾一味粥 调养一下吧 黄小米浸泡30分钟 更容易煮开花 口感软弱 红枣清水浸泡 去皮南瓜切块 三药切小段 浸泡好的小米 滤出水 红枣去核 和小米放在一起 小米和红枣搭配 可健脾开胃 把红枣小米南瓜和山药 倒入沸水中 煮小米粥水量一定要煮 一般水是食材的十倍 盖上锅盖小火煮30分钟 煮至小米开花南瓜软烂 放入枸杞和红糖块 再煮5分钟即可关火 营养好喝的小米南瓜粥就做好了 营养好喝身体棒棒的 推荐大家试一试 那这四季特地 我会给你做的 你用火烟的小红枣